家庭真的很难 要么让我们看到房子 要么看到房子在街 要么先让我们 体谅我们的难处 先让我们暂缓一下 我们走上街头 其实没有办法 谁愿意 谁愿意走上街头成为另类 我把我车上 听到那个口号 我都觉得丢人 我都把眼瞎我们的房子 对不对 我也觉得丢人 因为他没办法 我们不想逼他没办法 第一个 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停贷 半年也行啊 什么时候 今天开建股 我就动员业主 咱们今天还贷都没有问题 我们也作为业主 我们谈了多少回 这几个我们都认识 我们一次次跟领导谈 实际上我们谈了这话话 大家等一等 是吧 现在一个月还多少 我一个还六千多 我六千块钱 你让我住上房子 我也不用 我现在 我现在一家四口 我租个房子是两千五 我还要还六千五 我一个月需要还八千块钱 我老百姓一个挣八千 我容易吗 我一个公司我得七千 我这个公司在四千多 我剩下的钱 我都不敢生病 我有病都不敢看 我真是不是说我不穷 我有病都不敢看 先给我们秦贷 然后给我们盖房 我们拿的是全款 是现金 我就想 我一百五十万 我买他房子 他不给我管 他就躺平了 他就没事了 然后我上街 我都是暴徒 有天理没有 我喝点酒 你说有没有天理 我也不想走上街 我也不想成立 我姑娘也有 我是坏人 我哪是坏人了 我都想拿一百五十万 买个房子 你把房子给我 我把钱给你 你把房子给我 买个水 我给你钱 你把水给我 我是合法的公民啊 有错吗 你们留那么多 我的钱谁拿走了 我们是全款的 得音